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這個題目 他說有不同的鞋子總共五雙 當然每一雙 雙是配起來的 只是每一雙是不一樣 那現在從這五雙裡面 隨便選四隻 問你說第一小題 剛好那就是兩雙的機率有多少 第二小題剛好只有一雙 當然有另外兩隻就是沒有成雙的 第三個 都不成雙 它的機率又是多少 那方案我們總共五雙鞋子的話 你要選四隻 五雙有幾隻 所以全部分五要寫 十選四隻 十隻鞋子選四隻 就是全部的情況 那你如果現在剛好成兩雙 那本來有五雙 那你要剛好兩雙 所以從五雙選兩雙 然後每一雙有兩隻你都要選 好 兩隻都要選 好 這個分五的部分 可以把它算一下 因為等一下分五都一樣 十九八七 這六接可能約掉了 這四接就是四三二一 四跟二是八約掉 這三跟它約掉是三 所以這個答案分五就是 三七二十一 二一零 好 那 四伏二是十 這個都一 所以這個就是十 所以答案第一小題 二十一分之一 好 那第二小題呢 剛好成一雙 分五一樣都是十隻鞋子選十隻 那麼剛好只有一雙的話 顯然你要從五雙有成對的選一雙 那這一雙有兩隻鞋子都要選 可以嗎 那請問另外兩隻要從哪裡選 剩下的四雙去選 四雙要選幾雙 要選兩雙 四雙要選兩雙 因為這兩隻鞋子一定來自不同的兩雙 來自不同的兩雙 然後左右腳 每一雙的左右腳兩隻鞋子 選一隻 你可以選左腳也可以選右腳 左腳或者右腳 好 所以這個都可以 那這個分母還是一樣都用一零 那這個是五啦 這個呢 西四取二 四三 所以這月料是六 這是六 五六三十 三十再乘以四 三十乘以四 不用真的乘出來沒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約分 可以約分 所以這答案就是七分之四 七分之四 好那接下來第三小題 它說都不成雙 那不成雙的話 總共有四隻 這四隻來自於哪裡 這四隻來自於哪裡 四雙嘛對不對 一定來自於五雙裡面的四雙 然後每一雙有兩隻左右腳 它都可以選一隻 那有四 這要乘以四次啦 西二取一 要乘四次 好 所以我們的分母還是二一比零 然後西五取一 西五取一當然是五 這是二二的四四八 就是十六啦 好 這上面乘起來是八十 八十二一零 約掉十 就是二十一分之八 看看有多幾 好